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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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心裡會回歸到最原始的那一塊 會欣賞到我們古老的文化 所以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人現在都開始用書法 但我們小時候是因為被老師逼著寫 家庭作業被老師逼著寫 不寫不行 我爸爸也逼 那時候對寫字 老實講我比較夢家的地勤誕傳承者 我比較煩 那時候真的是被逼著就很反感 說真的不愛寫 可是現在的小朋友學校沒有這個課了 那現在我要請問我們楊老師 你在教小朋友書法 你一定是知道他們學習的一個狀況 那你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在教小朋友書法 他跟大人不一樣的地方 還有他在學習書法的風氣 要怎麼樣 要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 可以可以 首先呢 廖我自己好了 我自己是傳承 就是說國粹的發揚者 怎麼說呢 小時候啊 考試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那個時代 都是有聯考嘛 那聯考呢 初中聯考呢 考得不很好 為什麼 該上北一女沒上 就差零點五分變成北二女 不去讀了 那也很好啊 我差北二女我差的太多了 我33年了 老師很氣很氣 他們那時候老師 每一個老師都在拼那個什麼升學啊 他說這個一定北一女的 為什麼沒有 很氣 把一個花瓶都摔破了 把一個花瓶都摔破了 老師啊 老師 我的老師 他很疼我 那你老師跟我老師正相關 如果我考上北一女 我老師眼睛都疊破 哈哈哈哈 就可能去讀咧 北二女就不讀了 他讀了這個 那個以前那個 就說那個聯考之後呢 還有一個商職的考試 商職啊 商職大概有半個月 再考商職 那個時候你那個年代 讀考商職的人也是都很優秀啊 商職的 書是專的 是我我為什麼來讀這個商的呢 其實我國小的時候 我的書法就很好 都代表學校去比賽啊 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我如果讀北一女 一定是學文科的 就是說大學啊 一定是文科中文系啊什麼的 結果來哎呀 命運嘛 都因錯陽差 半個月以後 一考居然是考上北商 也是好學校啊 就省力北商啊 那是北商是最後一屆的初中部 才50個女生的名額喔 所以有兩三百個考 居然考上了 那媽媽說 好啦去讀北商 去讀去讀 那去讀 好啦去讀 後來我就打算盤打得很好 變成打算盤打得很好 很會打算盤 你看很奇怪了 而且我 竹心算還是裁判耶 我還要去表演耶 我下個月還要到上海 去表演 去讀算耶 好笑不好笑 成成國粹嘛 那之後我就做竹心算老師 高桑我都是竹心算老師 又到財經學院 又加了六年 都竹心算老師 那個時候你書法 還有要繼續寫呢 那時候民國76年開始 有一個集員 拜了一位老師 叫李普通 李普通老師 李普通呢 他是那個 他是 比如說國際啊 那個兩岸交流啊 都很出名 他是余佑任的載傳弟子 那我就跟著這位老師 就一直跟著他走 他走的時候 然後後來又 又一位王靖之老師 然後輔導的教授 對 孫老師我也認識 對對對 這兩位書法老師 都不知道跟他們十多年 跟到他們去實藏 兩年以後呢 開始花畫 首先呢 就是跟那個張克輯老師 然後花鳥啊 學了大概九個月 花工筆 然後後來又需他家學工筆 哦 對 之後學三歲 王楊雄老師 江明信老師 都學很久 大概一二十年 然後呢 李奇茂老師 那李奇茂老師後來 我自己五年前 我到北京嘛 北京是大讀書嘛 讀書法 裝工書法 我還是發現我書法 還是因為 比較紮實一點 對 那個 教學相長嘛 教小朋友寫 然後偶爾又教成人 這裡面有一位 有幾位也是我的學生長 嗯 覺得理論還是需要啦 不是只有說 哎 你家怎麼寫啊 永之八法 怎麼樣怎麼樣 什麼什麼筆法 歐題啊 主題啊 顏題啊 流題啊 這樣子 就光那些是不夠了 還是 有一些書法的理論啊 課程啊 什麼的 那北京十大 三年嘛 三年 研究所嘛 我覺得那個課程 你是利用暑假去的嗎 寒暑假 寒暑假 我知道啊 寒暑假 嗯 有很多人都是去那邊 進修 我們是五個女生 一個男生嘛 第一屆 北京十大第一屆 那個叫做 進修部嘛 他開這樣子一個課 我覺得機會難得 就去了 你知道嗎 陸續的 大家還 第六屆還是很多人去 我們台灣去那邊 你還 有沒有可見楊老師 還真的是 努力無邪非常用功的 六十歲才開始去學書法 去學校正規的學校去 那個 你有六十歲 看不出來他有六十歲 六十多了 每個 老媽一個 還是年輕美麗 因為這樣 由此可看得出來 接觸藝術的人 都是不老的 哎呦 太好了 太好了 像孟老師上次 永遠美麗年輕 不要講我年齡 年齡在心裡 一定要 out of my mind 不要去想 放到保管箱 是嗎 對 就不去想 比我小很多的 年齡 年齡都不想 接觸藝術的人 所以我們就這樣講 講就講到了 就是 寫字 畫畫的人 第一個 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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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 快樂 快樂就是年輕 健康 我常常開玩笑講 書法家 還有國畫家 什麼畫家 都活得不耐煩 他都還活著 很多人都活得不耐煩 他都還活著 怎麼說呢 我講著開玩笑 都很長熟 都很長熟 我常常講 只要走路 注意交通安全 其他的 都會很健康 都長命百歲 對 不要出什麼意外 對 不要糊裡糊塗 因為走路想東西不好 要不然的話 身體都非常非常健康 我開玩笑的講說 可能不想活 他還是一直活著 不可能 我們都活得很好 開玩笑了 所以我就鼓勵我們的網友 如果說你媽媽 或者你的小孩 或者你自己 覺得生活無趣 那怎麼樣才有趣呢 接觸藝術 人生會更美好 可能我們這樣講 很多人不能體會 當他真的接觸到藝術 就像我們楊老師 當時你是學商的 但是是因為你在這個寫字方面 書法方面 還有天分 就比賽什麼 後來就慢慢 就真的是 為了不辜負自己這個天分 就請了老師 跟老師學 那學著學著就慢慢慢慢 變成走上這裏 有興趣 又開始畫畫了 那我們剛才講到說 小朋友學 學書完講到你自己了 從他的小朋友開始講 慢慢的 我們現在學校裡沒有這個課 當時的教育部長說是 不要讓學生增加他們的負擔 所以把這個書法 就在我們的課程裡幾乎就沒了 當初我們小時候 我們讀書的時候 每個禮拜要寫大字 做文 小字 我們生活週記的作文 全部都用毛筆寫 對 對 所以我聽到一個笑話 當笑話聽說 有一個國際的會議 在亞洲不像哪個國家在舉行 那各國的代表都去了 然後呢 可能在日本吧 那大家就都要用毛筆 簽到 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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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我們的代表 不會寫字 各國代表都寫得好 會散自如 結果我們這個代表 其實聽說 手抖了半天寫出來很醜 所以這個是蠻丟人的一件事 因為這個書法其實是中國人的東西 結果人家韓國日本 人家各國都寫得很好 而我們的代表 大概他不是學文科吧 也難為他了 可是他看到人家提上 他就聽說 就是很緊張 當然寫出來也是不好看 所以我在想 其實各行各業 你寫了一首好字 就是不但自己快樂 也讓別人賞心悅目 走到哪裡 也是費用很有面子的事情 是 是 那我們就再講 小朋友一回家 小朋友學書法 現在怎麼樣 風氣路 風氣還可以 像我 底半三的下午 小朋友 來 剛開始的小朋友 當然是勇字八法一定要 是 但是勇字 你知道這個八法 有疲有納 有疊 有疊 有勾 都有 那就是 不是那麼容易 還是要從頭開始 怎麼個從頭開始 橫畫 怎麼個提筆 別小看一 光是一個一 就怎麼個寫法 是 還要逆筆 我時常教他們的法寶是什麼 我說你心裡數一二三 怎麼個一二三 一壓下去 二頓下去 再拉過去 再拉過去 三 再回筆 這個是長風 那收筆一樣是 一二拉起來 三 你知道歐體的話 一定是拉上面 掩體是在下面 然後他們這樣子 一二三 行李上 慢慢的 然後剛開始寫 他們 手一定叫他們要墊住 左手墊在這裡 這樣子寫的話 十平八文 一開始 楷書就叫他們選筆 一選筆 完了 小朋友嚇死了 小孩子學書法要勾起他的興趣來 像我小時候寫字 不是興趣 我一天沒有寫 我爸會打我 所以我寫後來 我心裡有反抗 就真的 心裡有反抗 所以我現在變成畫畫 沒有 書法方面 書法也很好 你很客氣 沒有好好去發揮 有點對不起我爸 那現在學校裡面還有書法比賽嗎 學校啊 書法比賽 我覺得是沒有 好像沒有 但是有教育局他都有在辦 外面有辦 像我們的這個比賽 很難得 張育局他們把它列入說 他還可以說 發函到學校去 各個學校去 鼓勵 鼓勵 學生出來比賽 鼓勵學生比賽 然後你有優選以上的 或是什麼入選以上的 老師就可以加講 這個就很好了 就是鼓勵我們這個學會 以前我們小時候 在學校裡面先比賽 有 有 要選嗎 要選啊 比賽完了以後 就要到什麼縣裡面去比賽 對對對 集一集送去 對 縣裡面比賽 再送到省裡面去 有 現在叫寫字比賽 是啊 我自己都寫字過 也是寫字比賽 那我覺得這個書法對兒童 你認為除了他能寫一首好字以外 對他的個性會有什麼樣的幫助嗎 我覺得學書法跟學音樂鋼琴 或是說你打算盤都一樣 他能夠這樣靜定安律德 他能夠這樣定下來來做一個事情 其他什麼事情我都覺得他可以做得很好 對 其實書法講真的 寫字寫毛筆字 這不是我常跟人家講過說 我們畫畫學美術方面的知識 並不是將來當一個畫家 而是你可以增加你的藝術氣質 以後你再做任何事情都那個美感 做建築師也好 甚至你做服裝設計師或者是理髮師什麼都好 他都有那個美感的基本的美感在心裡 所以這個書法也是一樣 那我們也不見得說 將來他就當書法家 而是說他寫的一首好字 而且在這個寫字中間 把他的心情訓練得非常穩定 將來他能夠定下心來 可以去做任何事情 其實是一種陶冶嘛 沒錯沒錯 我們還得再休息 要再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謝謝